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 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 前方到站 天文馆 月球是人类自古向往的一个天体 每时每刻人们都好奇上面有什么 就在最近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声称 印度月球探测器 月船三号携带的探月车 在月球南极附近表面发现铝 铁 钙 个 钛 蒙 羊和硅等多种物质 接下来 探月车还将探测月球南极是否存在水冰 印度月船三号是在7月14号发射升空 携带有月球着陆器和探月车 8月23号 月船三号携带的着陆器在月球南极实现软着陆 印度因此成为继苏联 美国和中国之后 第四个实现探测器登月的国家 月球是一个宝库 它蕴藏着很多未知的宝藏等待挖掘 同时 这些宝藏也属于所有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保护这些宝藏 前方到站 科技馆 独心术是一种存在于小说电影中的特殊本领 不用对方开口就能知道对方要说什么 这种本领现在已经走入现实 当然 要实现这种本领还得依赖人工智能 就在最近 荷兰拉德宝德大学和乌德勒芝大学的科学家 成功将人类的大脑信号转化为人们能听得见的语音 他们借助植入物和人工智能解码来自大脑的信号 能够预测用户想说的话 准确率为92%至100% 这项技术能够帮助瘫痪且无法沟通的患者再次发生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会给人们带来AI攻占地球的测觉 但我们也不要忽视 人工智能可以给另一部分人带来生活的希望 前方到站 榜样馆 两年前 患有脑炭的豆豆挑战自己穿衣服 因动作很慢 一直和妈妈说对不起 懂事得让人心疼 在无数网友的见证下 豆豆努力进行康复训练 一天天的好了起来 如今 豆豆终于要上小学了 对于校园生活 豆豆也充满了期待 他希望在学校能学习更多知识 有更多好朋友 豆豆两岁时被诊动为脑瘫 医生曾断言他一辈子要在轮椅上度过 但豆豆的父母坚持给豆豆进行康复治疗 五岁时 豆豆学会了独立行走 如今 豆豆在平坦的地面走路基本没有问题 但上下楼梯仍有些困难 今年六月 当豆豆得知自己可以去上小学时满脸笑意 他说 我还以为人家不要我呢 让人看了 心头一酸 豆豆妈也连忙鼓励女儿 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在杨凤眼中 女儿坚强又懂事 豆豆常对他说 看吧妈妈 努力了就有收获的 如今 豆豆顺利进入小学 杨凤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算落了地 他说 不管他以后想学什么 做什么 我和他爸爸都无条件支持他 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豆豆 你真的很棒 加油 前方到站 博物馆 同学们 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 你有没有去博物馆参观呀 经常逛博物馆的同学知道 博物馆有一条规定 周一闭馆 这导致很多远方来的朋友 诚信而来 败信而归 周一闭馆是国际上许多博物馆的惯例 闭门谢客 始出有因 博物馆需要利用客流较少的时间 对管设 展厅设备等进行检修保养 根据需要调整布展 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活动等 并且 珍贵的文物也需要时间喘息 为了满足大家的参观需求 杭州 北京 西安 沈阳等地的博物馆曾宣布 在这个暑期或是国庆黄金周结束之前 取消周一闭馆的政策 改为每天对观众开放 周一不闭馆这个举措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但取消周一闭馆 不仅会增加工作人员的负担 还会对文物保护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那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平衡呢 其实 可以只在寒暑假 小长假等客流集中的特定时期 把周一不闭馆的举措固定下来 这样既能提升服务 又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同学们 你觉得呢 历史上的今天 现在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五花八门的电视频道和各种屏幕 那么我国第一家电视台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1958年9月2日 中央电视台开始正式播出节目 它的前身叫做北京电视台 当时的演播室是由一个50多平方米的排练厅临时改装的 播出的有新闻纪录片 科教影片 诗朗诵和舞蹈等节目 在那时 中央电视台的发射半径只有25公里 全北京市只有30多台电视接收机 但是 北京地区上空的电视节目讯号表明 中国已经自力更生 在首都创建了全国第一座电视台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呀 从最初的黑白电视到现在的高清彩色画面 再到我们能够随心搜索的互联网视频 科技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 我们和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了呀 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啦 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 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有疑问 可以关注公众号 熊猫天天讲故事进行留言 我们会回复你哦 我们明天再见呀